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 最近遭到兩名重要人物出書追擊 極盡抹黑唱衰醜化之能事 這兩名重要人物 分別是特朗普的侄女Mary Trump 和白宮的前國家安全顧問波頓 幫這兩人出書的出版社 無獨有偶都是Simon & Shuster 西蒙與舒斯特 不知道是不是想趁著總統大選的氛圍 借助特朗普的名義撈回一大筆 我們首先看看 到底特朗普的侄女Mary Trump 是怎樣數照她的 實情她那本書 絕大多數的篇幅 都是說特朗普擔任總統之前的事跡 首先Mary Trump就數特朗普 說她的家族歷史使得她變成一個壞人 故此她入主白宮以後 威脅到全球健康 經濟安全和社會組織 其次就是指責特朗普 明知道她父親患上腦退化症以後 逐漸疏遠 第三就是自爆曾經向紐約時報提供 特朗普的稅務文件 以及其他家族成員的機密財務資料 使得紐約時報在90年代時 可以成功揭發 特朗普取得了她父親4億美元的資產 幫她父母賠稅 因為美國有遺產稅和贈予稅 故此逃了稅 這篇報道後來獲得普立之獎 到底Mary Trump和特朗普之間的關係如何 原來Mary Trump的一房人 和特朗普的房人數有職願 在2000年的時候 兩房人曾經因為遺產的問題 鬧上了法庭 故此日後雙方就好像世仇一樣 故此現在Mary Trump寫這本書 到底內容有多少成是真 多少成是假 多少成是因為遺產的爭執 而導致她充滿了這個 Bias 充滿了這個偏見 大家自行判斷 第二就是白宮的前國家安全顧問波頓 當然他寫這本書 裡面的蝙蝠絕大部分都是說特朗普擔任總統之後的事跡 但是到底波頓對特朗普作出了什麼主要的指責 大概可以分為五點 第一點就是指責特朗普在和習近平進行談判的時候 就對習近平阿餘奉承 就說特朗普是想借助中國的力量幫助他自己連任 第二就指責特朗普從來都不想介入香港的示威問題 只不過外於形勢迫於無奈 他才肯妥協 第三就指責特朗普曾經私底下向習近平表示 新疆再教育營的建設是正確的 第四就說特朗普曾經私底下批評某一些記者是卑鄙小人 第五他就指責國務卿蓬佩奧扮忠誠 暗中就批評特朗普是滿口胡言 我們在檢視波頓針對特朗普所作出的一系列指控是否屬實之前 我們就必須要交代一下究竟特朗普和波頓的關係是怎樣 原來波頓曾經被特朗普怒炒過 故此波頓一直對於特朗普都是素有微言 而且心不甘情不怨地被炒 在去年波頓曾經拍了心口跟特朗普說 說美國應該主動介入委內瑞拉的政變 而且當時他還跟特朗普承諾過 說很快可以搞定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 所以在去年年初的時候 美國還曾經承認過反對派的領袖是臨時總統 結果來到這一刻大家都知道的結果 就是這個臨時總統就不了了之 相反地馬杜羅在委內瑞拉的權力越來越穩固 故此在這壇事件中波頓是搞到他獲足 正正是這壇事件使得特朗普對他非常失望 故此怒炒了他 當然令到他心裏有條刺 好了 特朗普和波頓之間的恩怨情仇 這個背景就交代完了 我們一起檢視一下究竟波頓針對特朗普的指控是否屬實 第一件事來講 就是波頓所說的任何東西 全部都是從他自己的文字來描述 究竟有沒有一些錄音 錄影或者是官方文件作為證據 來證明這些事是真的 暫時未見得到有 故此 究竟這些事是作出來或是真實事件 就很難去判斷 純粹是說了順治 第二 波頓指責特朗普曾向習近平請求幫助他競選連任 又暗示中國可以運用經濟實力去影響美國的選情 因為中國增加購買美國的大豆和小麥 將會可以左右農民的投票意向 到底這些事是堅定留的? 實際上特朗普自己也曾經公開說過 說要縮減中美之間的貿易赤字 就算他講這番說話的時候 到底是要哄習近平落搭去買東西 還是怎樣? 當然這件事的動機沒有人知道 而且他有沒有曾經說過這句話也沒有人知道 但反正大家見得到的成果就是 中美之間簽訂了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中國就要在兩年之內購買2000億美元的 美國貨品和服務 現在我們在台面看到的貿易協定條款 才是真實和客觀的 至於他裏面究竟是怎樣來談 有多少人在乎 最重要的就是究竟做不做到一個客觀效果 就是縮減中美之間的貿易赤字 如果特朗普在這方面成功的話 他就已經取得了公職 第三件事就是 批評特朗普不想介入香港的示威 到底這件事是堅定留呢? 我們可以回想一下去年8月份的時候 特朗普曾經指令過 叫中共絕不能派出腦解 去鎮壓香港的示威 而且到了後來的時候 當美國國會 他們分別由參眾兩院 都通過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之後 特朗普也有簽署 到現在 在美國國會裡頭 都發佈了一份關於香港的年度報告 而且在五月尾的時候 在白宮記者會 特朗普也說出了 將會制裁那些破壞一國兩制的中國和香港官員 以及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 難道這些行動還不算介入嗎? 好了 就算退一萬步也說 波頓這個說法是屬實的 特朗普只不過是 迫於無奈 萬不得已他才被迫介入香港的事務 更加是證明得到 特朗普本身的個人意願是不重要的 他仍然是受制於美國國會的議員 和他幕後那班鷹派幕僚的議員 即是說這兩班人的看法都很重要的 是成功夾得住特朗普的 故此波頓的說法簡直是自打嘴巴的 好了 接著他又指控特朗普 說他曾經私底下跟習近平說過 說他是支持新疆的再教育人建設 說是正確的 也不要說這句話 特朗普有沒有說出口也成問題 好了 在昨天特朗普才剛好簽署了維吾爾人權法案 只是特朗普簽署法案的行為 就已經駁斥了波頓的指控 至於他說特朗普批評記者是卑鄙小人 其實是很小事 他批評就批評 他根本上在公開場下都批評記者說人家做假新聞 是fake news 另外他又說國務卿蓬佩奧如何暗中批評特朗普 這些就是很低手的一種挑撥離間的行為 就算蓬佩奧真的有這麼說過 說特朗普滿口胡言又如何呢 實情都是很小事 在一個民主國家當中 有言論自由的 當然有一樣東西是不排除的 就是特朗普可能跟一些幕僚之間的相處真的有些問題 比如說他很喜歡 一看不過眼一看不順眼 他就把幕僚露炒 這就跟他作為一個生意人的性格有關 因為他請人回來 他就覺得一定要交貨 一定要做得到事 如果做不到事 他馬上就炒人 就換個別人了 所以大家看到 在白宮幕僚當中 那些替換的人事更替就非常頻繁 我相信特朗普可能比較難相處 又或者他對於人的能力要求比較高 故此就經常換人 國務卿也換過 到底特朗普有什麼回應呢 在Twitter上其中一條貼文 雖然沒有點到波頓的名字 但顯然是在駁斥他 就是關於特朗普說 美國在多種情況之下 仍然是有策略選項的 是可以完全切斷與中國之間的聯繫 這就已經是對波頓最大的駁斥了 因為波頓經常批評特朗普 說他為求連任不惜一切 甚至乎可以找中國去幫忙 現在特朗普就作出了一個明確的表態 另外特朗普還批評 說波頓是一個傻佬 專門說謊 而且他那本書是謊言與虛構故事的集合體 令人感覺到超難 書裡面很多關於他的荒謬說法是純粹虛構 只是想報復他炒友的有病的小狗 而且批評波頓是一個心懷不滿的 佛未蠢蛋一心只懂得開戰 這些批評到底是否客觀 大家見仁見智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